球星卡究竟有多值錢? 成交價可以高達過千萬港幣 卡更紅到連Netflix都出節目 解構卡牌令人瘋狂的一面 這股熱潮也傳到香港 香港都有很多有份量的收藏家 外國還有玩家網上直播爆箱抽卡 如果幸好,抽中一張厲害的東西 隨時有拍賣行即圓聯下來 今集我們找來兩位香港資深的收藏家 看看估值超過兩百萬港幣一張珍藏 我們還找來傳統卡譜的老闆 波三譜的老闆 專業鑑定評級的店長 以及拍賣平台的主理人 談談這些當年普通的遊戲卡 如何衍生出鑑定、拍賣等等的生意 今集Milk的profile 就和大家看看這些球星卡究竟有什麼魅力 為什麼會越來越值錢? 球星卡對很多沒有看開那類運動的人 可能沒什麼興趣 但這張普通卡譜都有機會抽到的卡 分分鐘就可以賣到接近一億港幣 單繼2023年 Ebay已經有超過12億美元的球星卡交易 所以現在有不少人都開始直播抽卡 看看會不會中到這張超級綠合彩 阿謙 阿謙都經常來我們這裡幫忙 玩卡超過30年的香港收藏家 基本上他什麼卡都抽,什麼卡都存 藍球卡就佔了他收藏的五、六成左右 這張卡當然要用馬斯新日 雲番夜靶 因為它一定是最有價值的 即使做普通一張白卡 新日白卡都已經補貼錢 當年中到限號 才閃就更加好 最貴的時候 Base好像都一千元 現在都應該幾百元的白卡 即是普通一張斑馬的白卡 應該都幾百元 閃最貴的時候六、七千元一張 球星卡最初其實不是很值錢 1860年 美國職業棒球聯盟 推出了第一張球星卡 之後煙草箱竟然嘗試當贈品般隨煙複送 效果反而不錯 玩具箱和糖果箱就有樣學樣送球星卡 慢慢就變成粉絲之間的收藏品 去到1982年 不同運動聯盟都開始推出官方的球星卡 至於球星卡為什麼會值錢 那就關於數字 一張特別卡上面會有兩個數字 一個代表那個系列裡面 它屬於第幾張卡 另一個數字就是代表 全世界有多少張一樣的卡 最罕有的 全世界只有一張 而其他球星卡都會按照他們的種類 例如普通卡 簽名卡 波三卡 而有不同的價值 總之越罕有就越值錢 做兩包玩一下 就這個 這麼小 成你貴然 金色 是不是 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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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貴然 好 浪費 35 即是黃色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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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今天不錯 抽了兩包 還有兩張不錯的東西 近期比較火熱的球員 雷霆的SGA 這張是黃色 限35 不過如果是金的話更好 如果是金的話更好 這個公路的新秀簽名 限量25張 兩張都不錯 90年代香港有電視台播放NBA 令本地牽起一波籃球熱潮 不少人因此喜歡打球 牽就是其中之一 而籃球卡就成為其中一項收藏品 我大約在191992年 小學時開始玩卡 之前玩紐卡機領 龍珠卡、YES卡等 上了中學 1993年左右 我便開始接觸籃球卡 芝加哥公牛米高佐頓 剛剛拿完三連貫 當時香港便開始有籃球的氣氛 我讀書在新浦江 新浦江有一個叫刊仔的地方 當時突然翻了一隻籃球卡 我便看到很有趣 便去付錢玩 便開始玩了 有時會去太子 九龍城也是一間比較大的賣美國卡的客戶 多數都在這幾個地方玩 以前我們在刊仔裏做些聚會 做些交換或買賣都會在這個刊仔裏發生 這就是太子聯合廣場的二樓 有條刊仔 其實是管理處的刊 我們以前一班人會在這裏 聚會在這裏做些交換買賣 很熱鬧很多人 到了千禧年前後 籃球卡越來越受歡迎 甚至有一班粉絲肯出高價來買卡 我曾經有一次收了一張高比百元的新人卡 那時原來已經值一百元美金 即是我們在玩那些卡 那時覺得那些卡值十多元一張 原來可以有這麼高的價值 那就開始越來越吵得多玩得到 最有印象就是有一張米高狀人簽名卡 那張卡是按卡簽,客人十張 那時有一晚突然去太子 在門口拿一包抽中 所以那張很難忘 隔了幾個月 我又托朋友幫我放上Ebay Ebay 成交了900元美金 以前90年代的客人 就有儲卡多 他們有各人有各人喜歡的球星 但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追求他們的簽名 價值高一些 Tops 自從有了Victorian Benyama 簽名權之後 其中一款就一箱 只有八張卡 但已經售價到八萬左右了 不同的收藏家會開始找不同的簽名卡 但原來不是每款簽名卡都值錢 同一位球星 不同簽名卡可以差幾倍 其實我想大部份人最想分的 就是那張簽名 究竟是否按卡 即是實卡簽 還是一張Sticker的簽名 如果卡廠為了方便 他排了貼紙 給球員簽了名 他簽完名後 再連回那張卡 那張就叫Sticker簽 那價值 比你和球員真的拿著卡簽名 是差一點 至於其他球員簽名 那些都是卡廠製造的不同種類 出多些花款 只要你把簽名卡 再加多些元素 限量的話 價值就會再提高些 搜羅未出名的球星簽名卡 是其中一種收藏玩法 這種投資品還可以是長線投資 等幾年時間 分分鐘可以升值幾十倍 這張是1986年米高佐敦的新人卡 當時應該很便宜 應該幾元美金 但現在應該已經升值幾千元美金 這張Curry是新人簽名卡 當年大家都知道Curry還未出名 拿了冠軍後 大家都知道原來Curry很厲害 其實當年這張卡很便宜 約一百元美金 但現在應該已經升值超過五千元美金 古老年代的家長都會覺得 這些玩具的遊戲卡廢紙 到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收藏品 收藏品的時候 就會多人去追捕 其實早幾年入門 門檻是真的低的 這兩三年升幅之後 入門都變得貴了 既然球星卡可以這麼值錢 以前部分抽卡的玩家 都會有些古惑招 去增加抽到限量卡的機會 有很多方法是知道哪些有特別卡 因為有時有些特別卡 可能做大些或厚些 一包卡掉下去 你會知道這個比較厚 很多卡譜都不讓人喜歡卡 又或者當時去某些區域 我們也有個共識 不會在那裡抽卡 因為知道那些人是會磅卡 用透過磅去磅重量 就知道某些卡是不會有東西做的 牽涉了傑哥和Danny三十年 他倆專門儲舊卡 近時都會約交流收藏品 真的很瘋 原來香港界的樂文大哥 沒有人會留意樂文的 即使去到公流的年代 我中了樂文也不是很特別 每場球你會看到他很投入 在球賽中 這些就是激發起我們收藏家的球 要投入 抽家人就知道 每張卡是有感覺 還有很多記憶在裏面 《球星價值》就是這個 比較多話題會這張 近來有一張米高佐敦同系列 和高紀百人同系列的Logo Man簽 這張應該都是會受追捧的系列 我猜七位數以上 這張羅文 Logo Man以前是線瘦上 現在是印上 感覺又不同 日新的是印Logo 所以現在中了MBA Logo 不興奮 因為印很平面很簡單 以前瘦的 你會覺得可以摸摸它 我沒有記錯 三張Logo Man都是在Ebay買的 都是1500元美金 都要分三年才做到 當年1500元美金 已經是大部分香港人 整個月的人工 而如果那時候 想知道卡值不值這個價 就要靠這本簽書 有一本書 叫Bed Cat Bed Cat 裡面有些卡的價值 大約市場上最便宜 賣多少錢 最高賣多少錢 這本是96年的Bed Cat 我們找回它 1993年的系列 這裡是Ultra Scoring King 當年佐敦最高賣125元美金 近這十幾年 越來越多人玩 所以衍生出鑑定公司 專門幫人驗證不同遊戲卡 球星卡的公司 會透過顯微鏡的高清畫面器材 為卡牌進行評級鑑定 假如可以獲得十分滿分的話 隨時令卡升值十倍 我將第二季的Covid Top C 怎樣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九分可以 九分可以 不錯 這張九分 自從有歸卡之後 我們有二次興奮 每一次我們送卡去的情況 都覺得自己的卡很漂亮 當然回來 結果有時很失望 有時去PSA 經常回來 我們通常不想看電郵 知道就算了 開箱才知道 開箱就像脫牌一樣 慢慢又二次興奮 看看自己中了什麼 我喜歡那張卡 平了級 保存得好一點 除了一班朋友 可以一起寄卡去評級 也可以獨立找卡店幫忙 比較受香港玩家歡迎的 就有PSA BGS 和CGC 這三間美國的鑑定公司 PSA是比較主流 因為防禦標籤 都會比較出色 鑑定公司 會為卡的對稱 四角 邊界 和正背面做評分 所有位置如果都達到完美 就會得到最高的10分 不過 球星卡想獲得滿分的難度 可謂相當之高 BOKCARD來說 比一般的訓練卡遊戲 更加困難 因為其實它們 一開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初期傷 由於它是一隻直角的卡 它是紫製 所以它的角度 是很容易傷 一般來說 如果角度一開出來就傷 比較嚴重 就已經是8分左右 所以會比一般的卡 更加難去規定10分 除了有專門鑑定的公司之外 現在都越來越多公司 開始重視遊戲卡這個業務 2022年拍賣行 蘇富比就特別成立了 體育和現代收藏品的部門 專門拍賣球星卡 令球星卡和其他傳統藏品看齊 而不同的卡譜 亦會做很多大型活動 宣傳自己店舖的收藏 亞洲 剛剛九月底開始 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卡展 泰國有一個卡展 上星期就在馬來西亞 這星期就在新加坡 所以可以看到的 全部都是第一次的 可以看到球星卡 其實亞洲都是很熱 當初只是贈品的球星卡 到今時今日已經成為新的投資品 總經到世界各地都會舉辦卡展 成為新世代的產業鏈 如果有一天 抽到限量的球星卡 記得要好好珍藏 說不定 將來的價格會突然飆升幾十倍 所以要有些人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會有一個的 寶寶 寶寶寶